嗨 大家好 我是舒孟岚 东森新闻主播 也是聚焦全世界的主持人兼制作人 在我工作的第一天的时候 我的主管就问我一个问题 说你为什么要来做新闻主播 那你对主播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现在大家心里面可能开始要想 主播什么呢 长相甜美 口齿清晰 化妆化得美美的 穿得光鲜亮丽坐在摄影棚里面 而且有读稿机 指出一张嘴的工作 有的女主播甚至还可以嫁入豪门 以上皆是 但是有没有别的可能 这是2014年 这是2018年 这是2020年 我的节目聚焦全世界 从2013年开始 七年内我们连续入围电视金钟奖 七次 十一项提名 七年内我们拿到了三座电视金钟奖 那这已经打破了电视新闻圈的记录 有人可能在电视工作了40年 也不会拿到一座 我有个资深的前辈就说 孟兰 你开创了电视新闻圈的传奇 但是这样子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是坐在摄影棚里面 金钟奖就会掉到你面前吗 当然不是 好所以一切要从 2010年底开始 一通电话改变了一切 我现在想问大家 如果现在有人打电话给你说 走 我们去南极吧 请问有人愿意去吗 有几个很勇敢 但多数的人都没有举手 2010年底 有一个我曾经采访过的企业家 他告诉我说 孟兰我们在南极大陆 有一个科研计划 我们想邀请你去做采访 然后我想南极 南极不是很冷吗 不是只有冰吗 南极有多冷 根据记录显示 南极的冬天零下91度 南极的夏天比较温暖 但是零下25度 想想看我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是财经主播 主持财经节目 我接触的人是企业家 是精品 是采访的是股市房市 然后企业名人 我出国的差都是 瑞士钟表展 伦敦珠宝展 香港钻石展 南极不是只有冰 只有企鹅吗 而且那么冷 去南极要干嘛 又没有五星级饭店 也没有学阿平莫 但是有两个姐姐 她们一个喜欢登山 一个很热爱露营 有个姐姐就说 哎 孟莱你知道吗 全世界70亿人口 只有两万人 去过南极大陆 不包括那些 坐着破冰船 去南极半岛 看一下企鹅那种不算 旅行团不算 你不想成为 那两万分之一吗 另一个姐姐马上说 你知道全台湾媒体 没有一个人 曾经踏入过南极大陆 做过采访报道 你难道不想成为 全台唯一 独家吗 你知道 对记者主播 我们有一个DNA 一听到 独家 灯泡就亮 好 管他南极 是只有冰 只有企鹅 管他南极 是零下25度 我就去了 结果没想到 南极真的只有冰 真的 只有企鹅 但是 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南极 我们当时在记录 南极的日不落 什么是日不落呢 就是在 凌晨12点 接近一点的时候 太阳快要靠近地平线 马上就会扬起来 所以我们要记录 这个微笑曲线 把摄影机贴满了暖暖包 就在南极这一片白色大陆上 开始记录 然后这边这张照片 有一个小黑点 看到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我 我们很多人在 思考人生重要抉择的时候 常常会选择在夜深人静 三更半夜 因为那个时候 心灵最是清澈 思绪最是干净 但是怎么样 生活在城市 生活在丛林 你可能都会听到声音 就算是三更半夜 隔壁小孩的哭声 路边的摩托车声音 还是可能有夫妻在吵架 但是在南极 在这一片白色沙漠 你什么声音都不会听到 你只会听到一个声音 就是自己的心跳声 就在这一片白色大陆上 这个人 穿了六件宝奶衣 很大的大学衣 站在那里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说 你北英女毕业 政大广电系 你当时在高中的时候 许下了志愿 要做电视新闻主播 难道你要播报的就是 哪里有吃喝玩乐 哪里有好买好看 哪里芝麻蒜皮的 这些事情吗 还是你应该 运用你手上的麦克风 做一些真正的报道 传递一些更重要的理念 于是我就在这里 找回了我当时的初衷 一个作为 新闻主播的初衷 所以在去南极前 我长这样 去南极后我长这样 连我妈都认不得我了 莫忘初衷 这是我在南极大陆 学到的事情 于是那时候我就 聚焦全世界 也就从南极大陆 世界的尽头 开启了第一集 那时候我下定决心 我要为大家记录地球 即将消逝的奇景 以及那些世界上 我们值得关心的人事物 所以在南极之后 我们第一站去了 非洲的星巴威 和莫三比克交界的 写黄金矿场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 很震惊 那叫做写钻石 里奥纳多迪卡皮尔言的 但后来我一直在采访 钻石展 所以我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 还有写钻石 我们去了非洲 发现不但有写钻石 而且还有写黄金 这里的矿工 他们只要一根铲子 一桶水 挖个两公尺 可能就会挖到黄金 所有的小孩 拿一个脸盆 在河里面 二十分钟就可以 掏到一盆金沙 可是他们会为了 一个拳头大的黄金 可能就丧命 可能就断了一条腿 我们在现场 发现过太多 太多这样的案例 这是在非洲泥日 泥日是全世界 最缺水的国家 你没有办法相信 他们每天 非洲妇女 她要走四个小时 到部落 共用的一个水井 如果你家稍微有钱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头驴子 帮你提两桶水 但如果你没有钱 妇女要走四个小时 到水井 再走 挖一桶水 再走四个小时回家 一天 一家四口人 只用一桶水 那个水质 是像我们台风 过境之后的泥巴水 什么叫做自来水 什么叫水龙头 他们这辈子 大概没有想象过 而这个是马拉威 马拉威是 全世界最穷的国家 他们年平均所得 只有360块美金 他们的小孩子 如果要补充蛋白质 不是吃鸡 不是吃鸭 不是吃牛 而是吃老鼠 还有人要吃白蚁和昆虫 我们去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有非洲 也有这个距离我们不遥远的泰缅边境 现在缅甸很是热搜紫 但是知道缅甸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在缅甸和泰国的难民营 叫做美拉难民营 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肉扫雷机 我们很多爸爸妈妈 可能是孩子们的人肉提款机 就是爸妈我没钱了 好五千块拿来 人肉扫雷机是 当两军交战的时候 他们在缅甸的山区里面 最流行的是买地雷 所以 两方都会买很多地雷 怎么样看看 这边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把敌军的人只抓来十个 开始往前走 如果有人被炸死 炸伤 表示这里有地雷 那我们不要走这 所以他们叫做人肉扫雷机 当然没有人要当人肉扫雷机 所以他们全部跑到了隔壁的泰国 泰国收了很多缅甸的难民 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在境内到处乱跑 所以只好把他们圈在一个 四平方公里大的难民营里面 进去之后 生命无余 生活还过得去 很多联合国的公益组织 都会来救济 但是你这辈子 不能上班 不能上学 不能出去 没有自由 一辈子就在这里生老病死 这些事情都是 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 这张照片是我在越南中部广治省 我去这个地方两次 第一次的时候我人生 做记者第一次出差就是到这里 看到了几十万名的寄行儿 在历经十年后我再次去了一趟 这个照片当中的孩子你们看到他了吗 他没有双背 没有手背 不是发生意外 而是生下来就没有 原因是因为他的外公曾经参加过越战 那大家都知道 在四十多年前的越战 美军在当地撒下了非常多的化学武器 落叶剂 但是这样的化学武器 会存留在人类的DNA里面 大概要长达一百年 所以在越南中部 这里的土壤 还是白色的 这里的水源 都仍然有化学武器的遗毒 这个孩子今年才八岁 四十多年前的战争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却要承担这样的后果 我们人类到底要 留给我们后代子孙一片怎么样的地球 所以我们除了去这些世界的角落 我们也关心我们全球的暖化 虽然东森新闻很小 但是我们的心不小 我们去到北极 关心暖化 我们去到东非 记录动物大迁徙 我甚至爬山 爬了十六个小时 到非洲的乌干达高山 迷雾森林 去记录这个 跟我们人类DNA排序值相差百分之二 但却只剩下八百八十只 极度宾围的山地大猩猩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三天 第一天爬了十六个小时 第二天爬了八个小时 三天瘦了四公斤 你知道那是我第一次 在追踪大猩猩的时候 我第一次有一个想法 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因为所有的题目 所有的行程都是我规划的 但直到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山地大猩猩的母猩猩 在帮小猩猩礼貌 这个温柔的举动 真的触动了我的心 让我觉得十六个小时 都值得了 当然我们也 关心我们人类文明的进展 我们前进NASA 去记录他们灯月 还有灯火星的计划 我们更去了格陵兰 大家还记得吗 2019年 有个人类史上 第一次终于看到黑洞的照片 这是在格陵兰的美军图勒基地 里面是 有我们中研院的科学家 这就是黑洞 所以 心决定格局 你的心有多大 梦想有多大 你格局有多高 你的成功和高度 可能就有多高 我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小的国家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小的电视台 东森新闻的简称叫做EBC 跟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只差一个字幕 但是当然差很多 规模资本影响力重要性都差很多 但是在2019年 我到纳米比亚 去记录这个全世界 极度兵尾只剩下130只的沙漠师 我们和大湾科学家 Dr.Philip Stender 一起合作记录 最后 我拍到了这个 史上第一次的科学记录 两只沙漠母师 他们用智慧秩取了 猎捕了鸵鸟 当我从纳米比亚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一下飞机接到了一通电话 那是英国BBC Earth的制作人 打电话给我 他想要跟我询问画面授权 因为他们在纳米比亚 等了好几个月 没有拍到这样的画面 但是我们做到了 所以这部片 当然在2020年 我得到了电视金钟奖 也第二次的 入围了国际的奖项 亚洲电视大奖的纪录片 同时登上了国际的保育官网 所以我要说的是 我最崇拜的爱因斯坦 想象力 远比知识还要重要 知识都来自于经验的累积 在过去 可能大家觉得主播 最高级的主播 就是说在摄影棚里面 专访着大人物 播报着新闻 prime time的时段 但是 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是吗 也可以走入荒野 走进丛林 走向战地 道往其地 每一步都是生命中的养分 而且我也终于知道 所谓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所谓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 过去我曾经以为 人要成功 人要财富 人要名利 但最后我才知道 原来人生 其实就是要领悟到 造物者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正旨意 另外再来讲一件事 你们所看到的所有聚焦全世界 其实都就是两个人组合的拍摄团队 所以再也不要觉得 这个不可能 那个不可能 再也不要将你的人生设限 让人生充满着想象力 未来充满着想象力 然后 everything is possible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